曾因饰演江子牙被大众所知的蓝天野至今仍活跃在话剧舞台 20号,92岁的他做客国图艺术中心公益讲座,演戏和看戏 分享自己多年的演戏经历 蓝天野认为,对于演员来说 比表演方法更重要的是生活积累和文化素养 演戏演到最后,拼的是文化素养 蓝天野在上世纪40年代就投身话剧事业 是北京人艺的资深演员 几十年来塑造了不少经典角色 如话剧北京人中的曾文青 茶馆中的秦二爷等 非凡娱乐时事贸道